对于民进党在三都提起当选无效之诉 台北市长郝龙斌跟新北市政府都表示 对于个别政党的决定他们给予尊重 但是这样的动作是否有正当性 相信社会自有公平 民进党31号针对北北中三都提出当选无效之诉 宣称希望透过法院的介入 让连胜文枪结案的真相能够早日公布 不过台北市长郝龙斌强调 就台北市而言好诉票数相差选输 是台北市民对他施政的肯定 民进党不能因为选输了 就再度炒作选举议题 这次选举其实比数是非常的悬殊 我觉得民进党做这样一件事情 事实上是真的能够让所有的参与选举的选民 接受或认同 我个人是很怀疑 至于新北市的部分 新北市府则强调 现在只有权力拼市政 对个别政党的决定只能尊重 那么新的新北市府团队 都有很多的目标要冲刺 所以当前我们就是权力拼市政 那对于其他政党一些政治考量或政治作为 我们认为这是他们的权利 所以没有任何的评论 由于北北中三都的开票结果 台北市苏正昌书郝龙斌近十七万票 新北市蔡英文书朱立伦约十一万票 而票数最接近的 其实是参选台中市长的苏家全 小叔胡志强三万多票 如今民进党提当选无效之诉 有无正当性 国民党当选人没有过多的评论 都强调社会自由公平 接下来小朋友组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